大山东16个城市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尴尬 河泽的尴尬是 不管我怎么努力 外地朋友总觉得 在山东河泽最穷 在山东河泽最土 在山东河泽彩礼最高 在山东河泽人酒量最大 实际情况呢 河泽的牡丹花很好看 河泽的羊肉汤很好喝 河泽的发展速度特别快 河泽的经济实力很能打 河泽是山东最近几年 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实力排名全省第八 碾压了山东七个城市 然而外地人不知道 太尴尬了 河泽的尴尬是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我依然不是鲁南大哥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屈府的名气永远比我大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外地人都说孔子是屈府的 山孔是屈府的 太白楼市是哪的 哎 不知道 河泽的尴尬还有 这河泽的机场叫屈府机场 在家乡线 河泽的高铁站 不在河泽在屈府 河泽的尴尬还有 你跟外地人说 河泽是邹鲁文化的中心 河泽是梁山文化的宝地 哎 是吗 不知道哎 河泽是屈府的吗 没听说过河泽啊 尴尬 太尴尬了 辽城的尴尬是 守着山东的西大门 江北水城的名号 喊着震天响 房价高的节节高 房价高的能排到全省第七 可经济却是全省倒数第三 人均GDP是全省倒数第一 辽城没高铁 没地铁 辽城没高山 没大海 唯一能帮辽城 正合点颜面的 是辽城过万的绑架 尴尬 太尴尬了 哎呀 大海 小海 小海 甚至